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看一部没有超能力的 超级英雄电影《海变王》 小卷是个成天做着英雄梦的普通大学生 但实际上他不受女孩的欢迎 还常常被人拦路抢前 为了打击那些欺凌的人 他买了一身套装 还自诩为《海变王》 却在报复小混混时被捅伤 还被无良车主撞到了差点挂掉 但小卷很快就恢复出了院 并因此受到了女神的关心 小卷很快就恢复了斗志 一次他帮别人找猫时 无意救了一个被殴打的流量汉 路人将拍摄到的视频传到网上 小卷瞬间就成了网络红人 《海变王》也打响了名号 这时女神请他帮忙 有点飘飘然的小卷应邀去帮忙送分手信 结果被人多势众的对方抓住 正当对方准备动作时 一个子发罗莉出现杀死了对方老大 罗莉三两下将对面的人干掉 小卷看得目瞪口袋 原来罗莉叫超杀女 而她的爸爸叫做大老爹 超杀女本来想将小卷一起带走 但无奈小卷又怂又无能 只好眼睁睁看着大佬走掉 这时他才意识到真正的超级英雄 不是自己这样的怂包 谁知被干掉的那几个人 是黑帮老大秃头哥的手下 之前秃头哥走私的毒品被抢劫了 手下说是一个戴面罩的人干的 看到监控视频后 秃头哥以为一切都是海变王干的 于是准备派人干掉海变王 秃头哥找到了假扮海变王的路人 然后将路人给杀掉了 但很快就发现了那是假的海变王 为了接近小卷 秃头哥的儿子 搬成一个杀雕英雄找到小卷 然后准备用一台红色跑车 将他带到仓库见秃头哥 到了目的地 却发现整个仓库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原来大老爹比他们先一步到达仓库 事先干掉了里面的人 而大老爹就被秃头哥 给陷害导致了家破人亡 他这次就是为了报复秃头哥而来 只是可惜秃头哥并不再恋 秃头哥从小卷那里得知 城里不止他一个超级英雄 于是联合警局封锁了城市 而此时见过太多死亡的小卷 终于决定要结束这个英雄游戏 但秃头哥的儿子很快又找到了他 在他面前卖惨 让他帮忙找大老爹他们 小卷带着秃头哥的儿子 去到了大老爹他们的住处 大老爹和超纱女正准备出门 看到小卷便将他们放进了屋 没想到被跟着小卷来的 秃头哥手下给抓走 超纱女也被打中掉下了楼 秃头哥将小卷和大老爹绑起来 还在新闻上直播对他们的处决 警告观众不要随便当什么英雄 就在这时反派遭到袭击 原来是掉下窗的超纱女来救大老爹他们 大老爹已经开始着火 反派也久攻不下 超纱女靠着大老爹的场外指导 成功歼灭敌人 但大老爹还是挂了 为了弥补 小卷自觉肩负起超纱女的监护人 但在此之前 他们还得去找秃头哥报仇 超纱女穿着学生装 混进秃头哥的酒店 然后来了一场大屠杀 酷炫地翻转着手中的枪 却很快因为没有子弹 而不得不躲起来 反派用枪扫射超纱女躲的柜台 但被两把小刀放到 正在他们准备用火箭筒 一举歼灭超纱女 小卷炫酷地出场救下超纱女 他们找到秃头哥 小卷和秃头哥的儿子 两个菜鸟互拙 超纱女则负责对质秃头哥 但毕竟年龄差在那 超纱女很快被放倒 就在秃头哥即将开枪杀死超纱女时 小卷用火箭筒将她射成了烟花 小卷终于成功地 当了一次超级英雄 所以说呀 没有超能力 也可以当超级英雄 虽然过程可能曲折了点 但是只要有那股信念 就一定可以成功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